原本在医院担任保全工作的周姓市民 因病导致肾衰竭需要长期洗肾 也因为生病的关系无法外出工作 导致家计陷入困境 华林市长魏佳贤日前来到家里探望关怀 并协助转介其他社福支援 希望能有更多力量帮助周先生克服当前的难关 原本是医院保全的周章先生有糖尿病 也曾因为心血管疾病装设了心脏支架 去年底还因为肾脏病急诊转入家户病房 今年1月才出院 不过现在面临要长期洗肾等待换肾 导致没有办法工作 家庭的生计只依赖女儿的残障今天 整个生活陷入困境 施工所获知消息立即启动了关怀救助机制 经过部落的一个联系 连续到我们原住民行政课 那了解到他的一个整个状况之后 我们也赶快来自证一下慰问金 那也希望周先生这个部分 能够协助他度过医药费 这个部分的一个难关 那我们也会转接到我们社劳课里面 去寻求社会安全网的一个协助 那未来后续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透过其他的一个网络的部分 来协助他在经济上面的一个职业 那周先生本身也有一个孩子 也是在念特教学校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力量 能够继续支持他 让他能够克服现在的难关 市长魏嘉贤表示 除了原住民医疗慰问金之外 施工所社劳客也会寻求社安网协助 尽量可以减轻他的医疗负担 而市长魏嘉贤也呼吁民众 如果周边有亲友面临急难困境 请赶快通报市公所 让市公所可以协助乡亲渡过难关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